麦副局长今天是由花莲县长黄福寿陪同,到花莲市封川和南国联省地造农员,慰问替农民收割的国军官兵。 参加今天慰问行列的还有花莲县长部主任委员、议长、副议长和花莲市长等人。 麦副局长转达了省府谢主席的感谢之意,并且致送卢损吃,表示慰劳。 出生农家的花莲县长黄福寿和议长王信峰等人曾经表演了打鼓式的动作,他们的亲切慰问,获得著名收割官兵热烈的欢呼。